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现在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圣尊明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 让我们先来宣读圣经的话语 记载在诗篇九十三篇一到四节 好不好 我们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 请起立 耶和华作王 他以威严为一 耶和华以威严为一 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得以坚力 永不斗摇 耶和华以威严为一 以威严为一 被称为圣事合一 阿们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现在开始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慈爱恩典 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 主啊 谢谢你的保险 透过你的保险 你让我们知道 你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 透过你的保险 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称为义人 透过你的保险 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跟你再次和好 透过你的保险 你让我们知道 恶者不能控告我们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 主啊 求你恩高你的仆人 你的使女 以及所有服侍你的弟兄姊妹 也恩高所有来到你的面前 用心灵诚实敬拜寻求你的人 让所听的 所讲的 都同感一灵 主啊 愿你 愿到我们今天 所有的敬拜与赞美 也将你的平安与喜 平安与喜乐 场次给在座的每一个 寻求你的人 主啊 求圣灵来 掌管今天的聚会 从头到尾 按照圣灵的意愿 也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 将所有的功课 无论是 无论是 安慰 无论是 勉励 无论是警戒 都尝试给每一个人 我们公公敬敬的 将今天主日的聚会 交到圣灵的手中 愿你来行王圈 掌所为 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 将祷告受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现在用诗歌来赞美他 我们应该 赞恩的心 来向祢献上赞恩的心 我们引起了的心 来献上赞美的心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上帝的圣索赞美祂 在祂显能力的穷仓 赞美祂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祂 我们想想赞美的祂 来进入圣地点中 我们想想赞美的祂 来进入圣地点中 我们一干的心 来向祢献上赞美的祂 我们一息了的心 来献上赞美的祂 我们一息了的心 来献上赞美的祂 我们一息了的心 来献上赞美的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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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属主的儿女 我们是多么的喜乐 因为所有投靠耶和华的人 都应该是这样的喜乐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投靠你听愿他们喜乐 都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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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那爱你命的人 都靠你欢喜 都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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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常欢呼应你 扶辟他们 有缘那爱你命的人 都靠你欢喜 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应你 扶辟他们 有缘那爱你命的人 都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都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都靠你欢喜 因为你的愿他们喜乐 在他们思维 这笔护卫 如同坚固的盾牌 为他们折盖 都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应你扶辟他们 都靠你的愿他们 有缘那爱你命的人 都靠你欢喜 都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都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应你 祈福他们 有缘那爱你命的人 都靠你欢喜 有缘那爱你命的人 在他们思维 在他们思维 这笔护卫 如同坚固的盾牌 为他们折盖 有缘那爱你命的人 都靠你欢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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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投靠主 都因他欢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主我们感谢你 弟兄姐妹 在主的面前 一起的敬拜 和赞美 主 你都悦纳 主啊 今天是主日 我们再一次 因你爱的吸引 来到主的圣殿 来到主的面前 主啊 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你让我们 我们的全人 全心 都来敬拜 赞美你 主啊 愿你的名 被高举 愿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请坐 问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我们现在 在教堂实体聚会的 还是我们在网上崇拜的 弟兄姐妹 问候大家平安 任天父上帝的恩惠 与慈爱 借着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自己 第一次来到基督徒的群体当中 是怎么样的 可能是一个教会的主日崇拜 可能是一个教会的小组 可能是某一个团契 查经 祷告会 大家还记不记得 自己第一次进入到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 是怎样的呢 你会被人非常热情的去向你打招呼 向你问好欢迎你呢 还是说可能大家都没有很认识 没有很意识到 哎呀你来了 好像没有什么人跟你有打招呼问候的事情 我自己呢这两种都有经历过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 第十六章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 也是这一章这整本书信的结尾呢 保罗写了不少的信息和内容 但今天呢我们专注到其中的一点 我们再一次回到爱这个信息当中来 我们先来看圣经当中的这样的一段经文 上帝的话请跟我读出 关于捐献给圣徒的事 从前我怎样吩咐加拉泰的众教会 你们也要照着去行 逢七日的第一日 你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收入 抽一些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才献凑 我来到之后 你们选中了什么人 我就派他们带着书信 把你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 如果我也应该去 他们就可以和我一同去 好我们的经文先读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地头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主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主啊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不容仇敌一切的搅扰和攻击 让我们人在主的面前 我们的心也在主的面前 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 你的道宝贵 必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光 使我们更加像我们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 宝多提到了捐献给圣徒 他说啊我以前分布过加拉泰的教会 请他们要捐献一些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么有圣经的学者认为呢 有可能有两个原因呢 使得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有需要 第一个呢有可能当地有饥荒 所以本身经济和农业的状况都不太好 还有一种可能呢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 所以他们呢特别需要有人给他们帮助 所以保罗说我曾经吩咐加拉泰的教会 现在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也吩咐你们 你们来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们怎么做呢 不要等到我去的时候献凑 你们每个主日七日的第一日 每一个主日呢拿出一部分来 先预备好 以后呢当你们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选出一些人出来 我会写信 他们带着奉献带着信 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 对方就知道他们 哦是保罗来鼓励他们 从哥林多来的去帮助他们 那如果可以呢 我也愿意和他们一起去 提到奉献呢 其实这是在我个人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负担 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奉献的问题上 有一些的误会 有一些人提到奉献的时候呢 就感觉不太愿意或者觉得很勉强 或者嘴上不说呢 心中在想 哎呀又提奉献 就是要暗示我给钱 甚至呢还有一些人有一些比较错误的观点 觉得不奉献上帝不祝福 奉献了上帝就一定祝福 奉献多一点上帝必须多祝福 如果最近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不是上帝嫌我给钱给的少 是不是我要再多给一点 我多给了 这个困难就过去了 这个麻烦就过去了 有的时候呢我看到弟兄姐妹 在奉献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 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我的心中常常觉得有很重要的负担 今天我们不是主要跟大家分享奉献的问题 但是呢圣经当中的确提到了奉献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此机会 帮助弟兄姐妹避开一部分的误会 首先我们来想 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有的人觉得说 哎呀你不就是要我的钱吗 不就是让我捐钱吗 但是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如果上帝爱我 他给我有生命 可以让妈妈十月怀胎 让我平安健康的出生 一步一步一岁一岁的成长到今天 上帝把宝贵的生命赐给我 但是我觉得不够 他还要我的钱 他给我的生命是无价的 但是我却觉得他要我的钱 他给我有眼睛可以看 有耳朵可以听 有嘴巴可以讲话 有手可以做工养活自己 养活全家 我觉得这么大的恩典不够 因为上帝要我的钱 上帝给我的家人 我的妻子 我的丈夫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我的父母 我的朋友 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么宝贵 不对 因为他还要我的钱 上帝给我这么多 但是我视而不见 我只看到我拿一部分出来给上帝 我觉得很不开心 在这当中 人们有很多的误解和盲点在这其中 如果上帝爱我 如果他给我这么多是无价的 那么今天我拿一部分出来 不是他要的多 而且我们想一想 上帝一切的教导吩咐当中 有没有一个是有害于我的 我们想想看 上帝说不要去拜偶像 不要行淫乱奸淫 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财产 别人的牛羊骆驼 你不要忽略了你们当中有需要的孤儿寡妇 所以田地的一角怎么样 要留下来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上帝一切的命令和吩咐 没有一个是为了害我们 所有都是有益于我们 要帮助我们 要造就我们 只有我可能现在还不太理解的 但是却从来没有一样 是上帝为了要害我们 所以吩咐他的话 我为了要害你们 所以让你们彼此相爱 不是 那是造就我们 有益于我们 从来没有人说 因为我奉献 所以我以前很富有 结果现在穷的吃的上顿没有下顿 没有这样 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 有 以前 以前 在中国吸鸦片的时候有 那不是因为奉献 那是因为犯罪 所以当你看到有关奉献的问题 我们说奉献 绝对不是上帝要来害我们 恰恰相反 奉献是 是上帝要来害我们 恰恰相反 奉献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极其重要的祝福 当我不奉献的时候 我不知道 其实我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我可以成为造就别人的人 上帝把这么多的财富给我 但我不是财富的奴隶 我是财富的管家 上帝是主人 我是好管家 我不仅要用财富来充沛我的头脑 要学习 要教育 我要用财富来让我的一家人吃得饱 每一餐桌上有饭 我也要用财富来服侍其他有需要的人 要来奉献主的教会 所以当我不奉献的时候 我不会知道原来奉献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在蒙上帝的祝福 反而当人们有越来越多的误会在这其中的时候 这误会源自于我不认识这位神 祂完全的爱我 祂连儿子都可以为我舍上 但我只看到我竟然要给钱 怎么能给钱呢 我看不到我生命当中的盲点 第二呢 我看不到我对世界的贪爱 我以为我只要抓得住这些金钱 一切都好 但圣经却让我们知道一切的丰盛 都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主化生活化第一点 带着爱心来奉献 奉献从来不是上帝要害我们 奉献是祝福 当我们不奉献的时候 我们永远体会不到我可以这样的奉献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 有我们的生命 有我们的健康 有我们的家人 有我们可以平安坐在这里 不怕被政府逼迫的和睦的环境 更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罪 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开始觉得 主啊 谢谢你给我那么多的爱 我可以有一点的爱回应 所以在这里保罗 如果让哥林多教会 你们也要有一些的奉献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耶路撒冷的教会 绝对不是在害他们 这是对他们的帮助 使他们可以在基督里 帮助有需要的人 虽然不是同一个地区的教会 却是同在基督里的教会 带着爱心来奉献 奉献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 我给你一点 给你一点 给你一点面子 不是 奉献是带着感恩 主谢谢你给我有机会 我可以为主的家做一点的事 我愿意去爱主 家中有需要的人 求主来使用 带着爱心来奉献 提到了奉献之后呢 保罗将奉献与他的行程连在一起 刚才我们看到他说 因为我可能也会和这些 带着哥林多教会的奉献的 这些大家所选出来的人 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耶路撒冷 他提到了他的行程 他这样说 他说我现在正要路过马其顿 过了马其顿 我就到你们那里去 我现在正要过去 我过了马其顿就要到 哥林多到你们那里去 我也许会和你们同住一些时候 甚至和你们一同过冬 这样我无论要到哪里去 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 他在分享说我的计划 如果我到时候到你们那里 然后呢 无论我去哪里 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 到下一站 我继续去服侍主的下一个地方 他说 我不愿意只是顺路见见你们 顺过 见见你们 我说呢 主若许可 我盼望和你们同住一个时期 我希望可以跟你们 大家住一段的时期 跟你们在一起 不过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 因为这里有又宽大又有果孝的门为我开了 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写于以弗所 他说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 因为这里有又宽大又有果孝的门为我开了 他写于以弗所 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写的哥林多前书 他说 又宽大又有果孝的门为我开 说明在那个地方保罗可以侍奉 可以传福音 可以牧养教会 可以教导弟兄姐妹有关上帝的信息 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 在这里反对的人呢 推测很可能是一些偶像行业的制造者 制造各种偶像 你要拜那个我们有 你要拜这个我们也有 你要拜这个我们也有 要大的要小的都有 当人们信耶稣之后把这些偶像弃绝了 无形当中偶像制作行业的人 工作就受到影响 所以很多的人反对 《十度行传》当中也有记载 很多人反对福音 因为你们一信耶稣呢 就不拜偶像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做了这么大的这么小的 这偶像卖不出去 所以他说反对的人也很多 除了他自己的行程呢 保罗接下来也提到提摩太的行程 他说如果提摩太来了 你们勿要使他在你们那里不会惧怕 因为他像我一样是做主的工作 提摩太也是做主的工作的 你们勿要使他在你们那里不要惧怕 所以谁也不要小看他 你们要送他平平安安的前行 使他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正等着他和弟兄们一同来 所以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天提摩太来了 你们要好好的去接待他 你们不要去因为他年轻去小看他 轻看他让他感到惧怕 不要这样 你们要好好的去接待他 因为他像我一样是侍奉主的人 所以这是提到保罗的行程和提摩太的行程 最后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 是亚波罗 至于亚波罗弟兄 我曾再三劝他要和弟兄们一同到你们那里去 但他不愿意现在就去 机会到了 他是会去的 讲到至于亚波罗弟兄 所以在这里也暗示 可能哥林多教会问到保罗 有关亚波罗弟兄的事情 保罗就回答他 至于亚波罗弟兄怎么样呢 我有劝他一起去 但是他现在不愿意 以后他会去 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前面的经文 我们也看到保罗和亚波罗是同工 保罗栽种 亚波罗浇灌 但最重要的是谁啊 上帝对吗 使他们生长 所以保罗算不得什么 亚波罗算不得什么 唯独在乎那一位 使他们生长的主 是在乎上帝 所以保罗和亚波罗同样也是一同 侍奉上帝的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 提摩泰和亚波罗 其实在这当中的侍奉 不止他们三个人 包括哥林多教会 保罗说如果提摩泰到你们当中的时候 你们要好好的去接待他 不要使他害怕 不要使他惧怕 你们要善待他 他和我一样 虽然他比我年轻 很年轻的传道 但是呢 你们要去好好的接待他 他跟我一向是服侍上帝的人 而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主化生活化的第二点 带着爱心来服侍 如果说刚才我们分享到奉献 奉献是上帝的恩典 服侍也是上帝的恩典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感觉 服侍要花费我的时间 服侍要花费我的精力 而且有的时候的服侍 可能还不被人看到 但是弟兄姐妹 大家知道吗 我们这个月刚刚庆祝完堂庆 对不对 多少年了 四十三周年 四十三年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有很多的人 他们默默地爱着这间教会 爱着主的家在服侍 礼拜天早晨 礼拜天早晨是教堂当中人最多的时候 所以礼拜天的早晨 你来到这里 你能看到很多的人 但是在礼拜天早晨以外的时间 我们的教堂没有那么多的人 可是在礼拜天早晨以外的时间 你往往可以看到那一些默默服侍上帝的人的身影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前一段时间我们有秋季的嘉年华 有秋季的嘉年华 那天晚上我们整个1040被完全不一样的布置 有十几个摊位 各种的游戏让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去玩游戏 还有圣经的摊位 可以在孩子在那里听福音 看魔术 愿意来认识上帝 那么多的服侍 不是打一个响指就出现了 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做 用纸 用胶水 用各种的装饰 把全部的做好 而且试一下这个游戏不能太难 不然孩子们通不过怎么办 也不能太简单 没意思了 所以不断的调试 当天晚上很有耐心的接待每一个小朋友 使他们来可以参与到 所以小朋友来之前他们预备了很长时间 小朋友离开之后他们还要收拾 打扫把整个教会变成到原来的样子 也要花很多的时间 而很多的工作呢 是人们不太留意到的 可能去参加的时候发现 哎呀不错很有意思 很开心 我们小朋友还有吃的东西 有披萨 有各种水果 还有吃的东西 可是在这背后的服饰 往往是人们看不到的 是很多人付出爱心的服饰 而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这样的爱主不是一天 不是一周 是几年 十几年 几十年 我很感恩的是 当我们一起在这个教会 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美好的见证和榜样 他们带着爱心在服饰 所以保罗 提摩太 亚伯罗他们在服饰 保罗说 哥林多的教会 你们也在服饰 当你们接待提摩太的时候 你们就是在服饰 带着爱心去服饰 爱心不是愚昧的爱心 爱心是有智慧的爱心 知道主啊 是的 我是在侍奉你 不是为了高举我自己 我是在侍奉你 不是为了让我的师父可以被别人看到 带着爱心来服饰 在最后一段当中 也是保罗整本 哥林多前书最后这一段 我们继续来看 圣经上说 你们要警醒 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着什么 爱心去做 光是这两句话 就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做的一切要凭着爱心去做 之前这样说 说你们要警醒 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要不要有爱心 一定要有 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爱心 所以所做的任何事情 不是带着诡诈 有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来我现在做什么 来了我才做 可以给别人看到 不是 所做的这些不是凭着诡诈 骄傲和自私 所做的一切是凭着爱心 但是在这之前 你们要警醒 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而且要怎么样呢 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有爱心 也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换句话来说有真理 圣经当中讲到爱 绝对不是没有真理的爱 大家记得吗 哥林多前书 我们一起学习的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那个是爱 不喜欢真理的不是爱 哥俩好 哥哥带你吃喝嫖赌 那个不是爱 那个不是爱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那个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爱 在这里圣经上说 要有真理 真理站立得稳 要刚强 要做大丈夫 同时所做的一切 要有爱心 这相当的不容易 不是说百分之五十的真理 加百分之五十的爱心 比较平衡 我既有真理 我又爱人 我既爱人 我也有真理 不是 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和百分之百的爱心 所以 爱人吗 是 但是也有真理 不对的地方 我要讲出来 人的罪 我要讲出来 人需要耶稣基督 我要讲出来 为什么 耶稣爱我 我爱你 爱不是从我来的 是从耶稣来的 耶稣的爱 耶稣的真理 我要告诉你 所以 要警醒 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一切要凭着爱心去做 其实在整个格林多前书的最后面的部分 圣经又一次回到爱当中 而且是有真理的爱 一定是有真理的爱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爱在这其中 我们继续来看 弟兄们 你们知道斯提反一家人是亚盖亚初节的果子 他们专心的服侍圣徒 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 和所有与他们一同工作 一同劳苦的人 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 侍奉主 一同工作 一同劳苦的 斯提反 福图拿都和亚盖骨都来了 所以我很快乐 因为他们补上了你们的不足 使我和你们的心都得着畅快 这样的人 你们要敬重他们 保罗开始问候科林多教会 斯提反也好 福图拿都也好 亚盖骨也好 我提他们的名字 问候 问候你们 你们要顺服这些 侍奉上帝的人 在书信的结尾呢 有很多的问候 提名去问候 这是当时的书信的一种文化 我们继续来看 亚西亚的众教会 都问候你们 亚居拉和百基拉 以及他们家里的教会 在主里面 再三地问候你们 亚居拉和百基拉 那个时候是当时的家庭教会 比较小家庭教会 他们在家里的教会 在主里 再三地问候你们 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 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 彼此问安 所以他在这里 再次把爱 带到哥林多的教会 对 你们要在真理上 站立地稳缩 做的一切 都要凭着爱心去做 而且不仅你们当中 你知道吗 那一位弟兄 那一位姐妹 亚该骨 福图拿都 斯提反 还有这里的亚居拉和百基拉 都问候你们 我们在主耶稣普世的教会当中 彼此相爱 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 在这里 也有一点背景的细节在这里 那个时候 信徒之间的问安 用亲吻的方式 但是在教会当中 是弟兄亲吻 弟兄亲吻脸颊 姐妹亲吻姐妹 不会弟兄去亲吻姐妹 要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 那换到我们现在的 这个文化当中 一般是可能是握手 或者打招呼对吗 可能疫情期间 人们握手的比较少 那个时候是 圣洁的亲吻 彼此问安 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 如果有人不爱主 他就该受咒诅 主啊 愿你来 在这里也有一点让人误会 怎么就好像 本来这封信写完了 又要咒诅别人 是这样 有一种的文化 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当中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咒诅是在最极端的方式 拦阻一个人 使他不要违反律法 不要得罪神的方式 我再说一遍哈 就是当一个人 他要犯罪了 他要得罪神了 他要去违反圣经的要求 就是说我宁可咒诅你 可以拦阻到你 也不要让你去犯罪 换句话来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讲到要有真理 一切都是凭着爱心 同样你们不仅是彼此相爱 也要爱主 若有人不爱主 天哪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罪 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不爱主 如果有人不爱主 他就该受咒诅是这个意思 大家要爱主 所以这里爱的主题 再一次被提起来 是讲到要爱主 最后也是整本书的最后一句 两句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与你们同在 我的爱在基督耶稣里 也与你们同在 这是最后一句话 保罗讲到我 我的爱也与你们同在 我也爱你们 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 保罗难道不知道吗 保罗当然知道 但是他说 你们彼此相爱 你们要爱主 最后的爱说 我爱你们 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不好 所以我不爱 而是因为哥林多教会 这个是耶稣的教会 是耶稣的保血众家 所买书回来的教会 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 我爱哥林多教会 我的爱与你们同在 这是整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 主话生活话的最后一点 带着爱心来团契 这里团契的意思是比较广的意思 是一个比较广的团契 我们平时所说的 比如说我们国语部有姐妹团契 有喜年团契 指的是那一部分的姐妹或者长辈 他们在一起的聚会 在这里的团契是比较广义的意思 是所有基督徒在一起的聚会 不管叫小祖也好 叫茶经会也好 祷告会也好 叫团契也好 包括我们的主日崇拜 都是团契 带着爱心来团契 这个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爱 不是人以为的爱 人以为的爱是 这一群人在一起做的事情 我感兴趣 我感兴趣 所以我去吧 你喜欢钓鱼我也爱钓鱼 你喜欢旅游我也爱旅游 你喜欢聊政治我也爱聊政治 所以大家在一起 但是当这里我说到 带着爱心来团契的意思是 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团契的时候 这个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爱 是有真理的爱 不是罪恶 不是大家投其所好 而是有真理的爱 不是不懂得分辨的爱 你喜欢 你认为这个男男可以结婚 你认为女女可以结婚 你认为男人也可以穿女人的衣服 你认为这个大妈没有问题 没关系我爱你 所以我们大家没关系 不是有真理懂得分辨的爱 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爱 带着爱心来团契 所以在奉献也好 在服侍也好 在我们基督徒在一起 各种的聚会 无论他名字叫什么 所有的团契都离不开爱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最后的部分 我们所看到 保罗说你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凭着爱 都是因着爱 而且你们要爱主 并且最后保罗说 我也爱你们 所以在今天 我们跟大家分享主化 生活化的三点 带着爱心来奉献 带着爱心来服侍 也带着爱心来团契 回到我今天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 我说当你第一次来到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 你的感受如何 你是觉得大家很欢迎你 在接待你呢 还是说好像大家都各自顾各自的 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到你 那么你希望教会本身成为怎样呢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伤害 所以奉献也好 所以服侍也好 所以团契也好 从来不是要伤害我们 而是要造就我们 而圣经当中使我们看到的 这一切源自于爱 不是出自于我的 而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当其他的教会 比如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在患难当中 领受到了来自加拉太教会 或者来自哥林托教会的奉献的帮助的时候 他们知道主啊 是的 这当然是来自于他们 但更是来自于主的 是主的爱在帮助我们 在建立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 带着爱 这个爱从来不是来自于我自己 而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爱不是愚昧的爱 不懂得分辨 恰恰相反 这个爱是有智慧的爱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 爱不同的人 哪怕是他批评很多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他也爱 但是耶稣的爱是有智慧的爱 这个爱同样也是有真理的爱 不是不懂得分辨 不是说什么都接受 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这是圣经当中的爱 求主将这样的爱心给我们 使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在奉献的过程当中 在基督徒团体的时候 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爱 有智慧的爱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 阿们 来唱一首回应诗 《生命圣诗》第218首 《以爱相连》 耶稿的歌曲 作曲 李宗盛 录如草歌 录如草歌 如鑫尔 同心和意 再提如同在天 在福报座面前 同心见诚祈祷 在大有几同的安慰 同意盼望目标 彼此同荡悠患 彼此同前中胆 彼此共杀同情眼泪 彼此慰问全面 我们离别只是 内心难免移 神随远离 信任结合 希望才会有心 感谢主 我们现在欢迎两位当中的新朋友 第一位是比尔高 请你站起来 让我们来欢迎你 在这里吗 郭 是不是 郭 吉尔比尔 智娟 谢谢 不好意思 郭 是从中国过来的 我们在这欢迎你 还有另外一位 琳达黎姐妹 也是从中国来的 请你取离 谢谢 欢迎你 是 James 邀请来的 谢谢 感谢主 希望你在这里温哥华 能够将同在堂成为你的属性家庭 还有没有各位 我们不知道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朋友 没有 感谢主 在耶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 我们现在起立 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在这末世的时候 在这瘟疫以及战乱的现况之下 你仍然保守我们今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赞美你 主啊 是的 你是那爱的源头 主啊 你已经为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就是牺牲了你自己 买书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跟真神和好 主啊 求你也教导我们 用真理 用爱 来学会服侍奉献 来造就自己以及别人 来传扬祝你的福音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每天的脚步 让我们每天都过着与你同在得胜的日子 也求你帮助我们 好好随时每天警惕自己 准备好与你再来的那一天 我们感谢赞美你 保守每个人接下来的脚步 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是那以马内力的神 你无时无刻都与那爱你 寻求你的人在一起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先用主导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执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三一颂 三一颂 阿们 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请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 天父的儿女 愿我们明白奉献乃是上帝的祝福 使我们带着爱心来奉献 天父的儿女 愿我们晓得侍奉是上帝的恩典 使我们带着爱心来侍奉 天父的儿女 愿我们晓得在基督里的团契 满了上帝的爱 使我们有智慧有分辨 彼此相爱 奉主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请坐 我们可以用一段时间 在上帝的面前安静 带导 之后 我们也有教会的家训报告 大家可以留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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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